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基隆的发展与市民的权益 市长谢国良表示将纳入民意口粮 与市府团队积极推动 让基隆早日升格为直辖市 北北基陶首都生活圈只有基隆不是直辖市 为了基隆的发展与各项建设的争取 提升市民的权益 谢国良市长在上任后第一次的事务会议后表示 将由民政处与公务处纳入民意考量 一起来推动 让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将从合并升格或其他方向来思考推动 基隆要争取成为直辖市的这个议题 我想要来跟各位报告 因为长久以来 基隆就是因为在整个北北基 甚至北北基陶 一千万的人口里面 唯一三十几万是没有纳入直辖市的 那没有纳入直辖市他在整个待遇上 他在整个市民的享有的一个权利上面 我觉得有受到了一些损害 所以包括我们也看到林佑昌林前市长在他的任内也曾经提过北海市相关的规划 所以我认为说在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让他能够有直辖市的一个待遇 我觉得是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第一个市政会议上面 其中过去也在我的竞选的过程中 都有提出基隆市一定要变成直辖市或是直辖市的一部分 对于基隆市的市政发展才会有真正的帮助 那我今天在市政会议上 我也请我的民政处张渊祥张处长 来针对于基隆要成为直辖市的议题 相关的一些数据 民众的一些权益 还有未来民意如何在这个意见上面也能够表达 还有未来假如民众多数是赞成的 那么基隆变成直辖市的几个选项等等 都希望开始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也好 成立一个team也好 开始去准备去规划去研究 然后逐步来推动 那我们没有设定任何的时间表 但是只要有进度 我们就继续来进行 那另外呢 因为我是特别感谢这个陈耀川陈祖密 在这个侯友宜侯市长的这个同意下 来基隆来帮忙我们市政工作 那除了是公务处长以外 他也是我们正式对于新北一些工作相关的一个 这个合作的一个窗口 那大家都知道 假如基隆市要变成直辖市 也一定有可能会跟新北要谈某种程度的合作 因为基隆其实是被整个新北市所环绕着 所以我未来会请张元祥张处长负责这个计划 来好好的推动 让基隆能够变成直辖市 所以我觉得我会从 因为独立升格是不可能的嘛 因为我们的人口就明显不足 所以我会从合并升格跟其他的选项当中 去思考基隆市未来的方向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在我做基隆市长的任内 我一定要推动让基隆能够升格成直辖市 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城市发展 因为我们现在谈到所有经费的问题 所有捷运的问题 所有交通建设的问题 甚至所有月票补贴的问题 全部都是碍于我们本身是一个县市 而不是一个直辖市 很多的发展都受到了阻碍 所以比起我们竹竹在过去第二任的最后面谈合并 我个人认为我在我的第一任的第一周 我就希望来好好谈这个问题 那我相信我们做一点时间准备 成功的机会 成功的效率也更大一些 总之我们一定要往这个目标来迈进 这不只是我的政见 也是我的心愿 我很想让基隆市变成直辖市的一部分 谢国良强调为了帮市民谋福利与基隆的未来 他上任第一周就希望积极来推动 让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避免基隆被边缘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至于基隆要成为直辖市 该如何推动与落实呢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请民政处成立专案小组 负责计划推动 公务处协助落实 希望让基隆市民能早日享有 北北桃直辖市民的待遇 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邀请新任的民政处长 跟公务处长参加第一次事务会议后记者会 将请民政处长张渊祥成立专案小组 推动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同时也要借重曾任新北市民政局主秘 现任公务处长陈耀川的经验 担任和新北合作的窗口积极来推动 尤其在市长刚刚非常重视的 民意部分的了解 相信各位媒体朋友或者观众朋友都知道 基隆市早在六都成型之前 是全台湾第一个来接触 也讨论到如何跟台北 或者是双北来进行合并 成为直辖市的市民 成为直辖市的市民 最直接的对我们政府来讲 统筹分配款会增加 行政效率会提升 对民众更有更多更多的优点 包括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基隆捷运 或者是北北基共同生活圈的 相关的产业建设 或者是在生态环境上面 我们有很多的绿带 包括基隆河 河谷廊带等等 其实都是跟双北并在一起 所以这是相关的部分 我们觉得优大于劣 而且在谢国阳市长 这么用心非常有诚意的 在上任的第一任 第一次的我们的事务会议 就提出这样做法 成为基隆市政府民政处 我们要跟我们同仁以及市政府跨部会 再结合专家学者还有我们广大的民意 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使命 让基隆市民更幸福 基隆更有爱 我是就是道地的基隆人 已经在基隆这边生活了五十几年 那最近这几年在新北 我都一直就是在新北跟基隆之间来通车 那我自己亲身那个经验体验 其实很多这段时间 很多那个就是一些建设 都是会跟新北跟台北来合作 那如果我们有幸能够来 做一个直辖市来升格的话 那其实很多建设 都是可以就是跟那个直辖市 一样有同等的待遇 那不管升格之后 像新北升格之后 他的预算增加了大概一千亿左右 对 所以他那个就是很多建设 就是可以比较充足 可以来做 我们的人员边市也变大了 所以其实升格对市民 还有我们本来就是跟 所有的新北台北 都是一个同一个生活圈 新任的民政处长与公务处长 在地方上与新北方面 有丰富的沟通经验 相信能让基隆升格为直辖市的推动计划 能够最符合基隆市民的权益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电动车充电桩越来越普及 基隆第一特奖社区管委会与业者合作 设置基隆第一座社区型充电桩据点 除了提供电动车主充电服务外 也将所得回馈社区 市长谢国良及多位议员亲自主持剪彩 一起打造低碳绿色环保节能的城市 电动车缓缓使进充电站 拿起充电设备 放进充电孔 充电正式启动 我们使用 照着这个插孔插下去 之后 透过我们的手机APP 现在已经开始在充电 然后我们的那个车子的电力 大概在35%左右 然后这个就是车子的那个 电压跟电源 然后我们这APP的话 就会显示现在的战场名声跟充电站的位置 透过手机操作APP 依照介面指示 像是充电时间及费用都一目了然 这可不是外头停车场的充电桩 而是就用第一座社区型充电站 业者和第一特长社区管理会合作 希望服务社区电动车主充电需求 电动车这个市场 在中华民国的政策2040年 油车转电车的这个前期 那现在整个政策都朝这个电车在走 节能减碳的方向 那原则上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 其实在今年底已经达到3万辆的电动车 我们看每年大概都会倍速的成长 那以基隆市来说 基本上基隆的这个族群 稍微偏年轻年长 那我们也像深信在这个市场里边 我们看到潜在成长的这个趋势 那现在电动车的渗透比例 还算是个位数 那在未来这10年 我们相信会有富而市的成长 所以在我们看来 金融是非常大的潜力的市场 充电桩充电车是以后 社会的需求量一定特别大 而且它是趋势 那如果现在第一特长不装 以后要装要花很多钱 刚刚厂商有这个意愿 来共同创造三营 所以我们提供场地 请业者来协助 对我们社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而且这个是老旧社区 23年的老旧社区 以后它哪有钱去买这些充电桩的设备 所以才有这个构想 那也运气很好 厂商也非常乐意 来帮助我们 2 1 请用钱 一看一看 基隆第一特长站 开幕前才一次 这几十五开始 社区充电站启动仪式上 邀请了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员何淑平 韩世玉 陈君佐和陈一等人 共同剪彩 我们很乐见第一特长 有这样子一个这么好的社区充电站 我认为这样的社区充电站 对基隆未来的绿能政策推动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我希望不止第一个 第十个 甚至第一百个 我们都尽力来推动 这跟国良一直想推动的 这个绿能的政策也是相符的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随着电动车日益增多 社区内是否能够设置个人的充电桩 引起了广泛讨论 出席剪彩仪式的民意代表 乐见社区官员会和业者合作 除了提供充电服务 也有回馈的机制 非常开心 今天在我们北台湾 基隆市信义区第一特奖 设立第一个充电站 因应了这个整个国家的能源政策 在2050年 全部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运具 全部态换成电动化 那所以说 让解决我们一些电动车族 不用怕说找不到充电桩 等于说你把车子停回家之后 就充电 跟充手机的概念是一样的 它白天的费用是比晚上高 因为你晚上回到家之后 它的充电的费用是比较低的 等于说你下班回家 把车子开来充电 隔天早上你就可以把车子开去上班 那我们非常的支持 我们这个绿能产业 尤其是我们到了这个2025年 的确非常多的事物 尤其我们会谈到碳权的这个部分 像我们最近的南部的话 不是都在做光电吗 那所以可能到最后的话 全台湾只剩下我们的南投的话 可能碳权可以做一个贩卖 那至于说我们基隆的话 现在就要开始进行了我们绿色产业的部分 这个是绝对客不容缓的 那包含我们未来的像电动巴士 这一方面的 其实之前在议会大家都有深度的在讨论 而市民是非常的支持 以后一定要朝向这个绿能产业来去做一个进行 现在很多的大型社区 比如说第一特讲我们信义区 也是很大型的社区有800多户 那现在有这个充电桩 的确是对我们的住户都很方便 那希望之后很多的社区跟绿能的方面 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使用 让我们社区跟我们的地球越来越环保 我们深溪度新风界这边人头非常的多 那那个相对使用电动车辆的朋友也非常的多 那所以未来这个是一个趋势 那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社区都可以装置这样的一个 相对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充电站 让我们的居民朋友可以来做使用 那也为了我们每一个社区的安全来着想 我们基隆主要这个是做这个集合室住宅的示范点 那在未来来看的话 我们会继续在基隆市的集合室住宅建构像这样的充电服务 除了这个之外在卖场消费人口集中的地方 我们都会建构这样的充电服务的战场 充电桩进入社区是未来趋势 全力打造低碳的社区 业者有信心 计划将充电设备推广到基隆其他社区 而全台将打造200个充电据点 记者黄少民接种报道 为在七土区华新一路的二路元帅财神庙慈善会 特地在年终岁末结合是议员张耿辉 致赠大约400斤百米 为在七土区华新一路的二路元帅财神庙慈善会 特地在年终岁末之际 结合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致赠大约400斤百米 分送给七土区六堵十建独北三个礼 以及中正区社寮礼 将近百户的弱势家户做爱心 我们二路元帅财神庙慈善会 我们还要更接近来推行祈善的事业 非常感谢 今天可以交叉 主委立人本庄来与我们参目 在我们的本区就是基隆市 整区的所有的干股人的一个 善心的推行 感谢你们的帮忙 所提供的一些物资 给我们匣区里面的我们一些低收入 真的对于这些新科的 尤其还有年任的里长 个人感到非常敬佩 尤其他也深入基层 行走基层 知道我们匣区里面需要 哪几户有贫困的地方 他们会结合我们二路财神慈善会 共同的来协助他们 因为也年关将近 也集当新的一年 二路元帅财神庙的爱心善举 也受到里长们的由衷感谢 这里的这个港口人 过到这个寒冬 真的是寒冬送 希望这个主席会 可以继续来扩大 市议员张耿辉也特别感谢 二路元帅财神庙慈善会的爱心 也将会继续媒合各界善心团体 发挥爱心帮助需要帮助的民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另外张荣发慈善基金会 以及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特地分别捐赠了26万元设备款项 及意卖所得13万元 给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 作为照顾职务人的爱心经费 在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院长李淑婷 您指导陪同夏张荣发慈善基金会 董事长吴景明 以及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总经理陈建朗 一起帮忙做植物人专用餐 寒冬岁末之际张荣发慈善基金会 以及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不忘做爱心 特地分别捐赠26万元上款购买植物人 化痰机等专用设备 以及购买创世基金会发行的兔宝装饰品 在二次义卖所得13万元 分别致赠给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 作为照顾植物人的爱心经费 张荣发慈善基金会 为了能够尽一份心力 我们捐一些设备 然后呢也跟长龙桂冠酒店合作 我们做的兔宝传来的一个活动 来募集一些营养的资金 我相信我们小小的举动 希望可以影响社会大众 其他有爱心的人 一起来协助我们创世基金会 谢谢 我个人很感动 就是说他们这种精神 实在让我非常佩服 所以我自己从内心 也期许自己一定要去努力去帮忙创世 包含这个所谓社会的这些弱势团体 那将来有机会的话 我想我的饭店在基隆的这些力量 能够在每一季或甚至每个月 都有一个活动来协助 这个创世基金会 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院长李淑廷 由衷感谢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以及基隆长龙桂冠酒店的爱心 让植物人得到更多的爱和照顾 先感谢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帮助创世基隆院设备提升 捐赠了一台洗衣机 六座不自然的床房柜 两台化弹机 两台拍弹器 再来感谢张龙发慈善基金会 以及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携手合作任购兔保一百只 兔保传爱携手送暖 共募得了十三万八千八百元 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 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持续支持创世 关怀植物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只要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想到 没有WiFi 我的我怕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中山国小岁末邀请市长歌手 林信红现身说法 带孩子看见许多不可能 鼓励孩子珍惜当下 不放弃追逐梦想 看不见的时候不能做什么呢 小朋友们的答案很多 但这位市长回忆戏歌手 林信红叔叔都能做到 连滑手机都可以 想一想真的只是你想不想做而已 并不是你做不到 当你真的想完成一件事情 绝对会找到方法 中山国小在岁末之际 邀请市长系歌手林信红现身说法 从开公司打棒球等运动 到最后组乐团成为企业讲师 还是全台第一位 福人社盲人社长 信红叔叔的亲身经历 让孩子们很有感触 我听完信红叔叔讲的话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好像也没有很好 我也觉得我比较羡慕他 因为我自己看得到 可是他看不到 他做的事都被我多了 我现在可以追求我自己的梦想 朝我自己的梦想讲进我 感觉我也好想要有一台马萨拉利 我只要努力就可以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像是叔叔失去了视觉 但是还能做到那么多的事情 让我们佩服 一曲与乌克利利社团演出的知足 唱出许多感动 林信红以自身故事 活力大家珍惜所有 还要 你追逐梦想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金雄市七个行政区共157位里长 其中仁爱区水井里 新当选里长孙力军 首次参选 就击败争取十联霸的资深老里长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起來看看 亲切的与李明互动 这位长法正妹是新当选的水井里长孙力军 从事政治幕僚工作16年 首次参选就顺利几败 寻求十联霸的资深老里长林国新 因为这里是我从小到大的生活圈 那虽然我已经从事政治工作幕僚十几年 那这次也是第一次在地方参与选举 所以我的对手也是一个非常资深在地的老里长 升更了36年 所以我这次的选战打得非常的辛苦 那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 我已经烧虾大概一个月了 因为每天早上站路口 寻求乡亲的支持 晚上加户拜访 然后表达我的证件 所以这都是我们这几个月来在做的工作 孙力军强调 当内里长就是希望能切实为家乡服务 解决李明的问题 因此他也霸气喊出证件无法落实 就绝不连任 展现负责任的态度 那我的证件呢 其实都是地方非常务实在地需求的东西 那当选之后呢 我也会一一来实现 所以当初我的证件有一道就是 我做不到不连任 我想这是一个对参选人 未来当选后的一个负责的态度 孙力军感谢乡亲给他机会 他表示会秉持谦卑 热心及专业的精神服务李明 希望让水经理更好 记者张其辰金融报道 再过一个月就过年咯 为了要抢供年节商机 金融区域会推出了海鲜礼盒 为了支持国产鱼货 金融鱼会推出买加购本土鱼活动 而今年白昌因为产量少 价格也比去年上涨约两成 大白昌 鲍鱼 红条 干贝等等一整香鱼货 成了年节送礼的豪华礼盒 年关将至有民众到渔会才买送礼 但看到今年白昌价格 开始有点犹豫 我那时候量都买很多 那时候便宜我都买了差不多有 差不多三四万块 今年也感觉价格 本来我居然这 cara当然是一穿 两桶三桶 如果你货价格就会永惰 89等一斤半 一斤半的白昌了 因为它量少 今年一斤以上的量就已经很少了 89那更少 所以我想要再大一点两斤的白昌那会更贵 白昌象征富贵昌龙 是过年加户首选 今年因为余货少 导致价格飙涨 一支650公克到700克的本土白昌 要价850元 而进口的一支800克到900克印度白昌 价格飙到1500元 较往年价格相比 涨幅约两成半 金融渔会怕民众买不下手 推出了石斑 五载鱼等本土鱼加购价 要提升买气 国家在主推石斑鱼跟五载鱼 所以我们渔会推出加购价 五六的就是一斤杀好的山区的 一支特价石斑鱼加购价一千加购价250块而已 就是你购买一千块以后 加购价一支250 然后五载鱼的话 二三的200到300公克的加购价一支100块 山区处理好的一支100块而已 我们希望今年因为白昌少贵 大家能够转合来支持我们国产鱼 其实我们现在的石斑鱼卖得下降 颜料都在涨 但是因为过年 所以我们特别优待我们客户 我们把它降到一支250块而已 年关将近 民众过年准备送礼 就用去一会推出礼盒 除了抢占过年商机 更要大力推广国产鱼的新鲜美味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佳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佳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